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在我国的前罗户头诈骗案日益猖獗 损失金额超过十亿令吉 武吉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的调查显示 诈骗分子如今从个人账户转向商业户头进行前罗交易 涉及的金额也更多 相关机构受促打起十二分精神 全面实施了解你的客户KYC认证程序 别让诈骗分子有机可乘 KYC指的是使用数字技术和在线系统 以电子方式验证个人身份 这项程序取代了传统的手动验证和物理验证方式 更便利也安全 南利强调 随着国会日前通过 针对前罗账户执法的两项修正法案 相信将有助于警方更有效打击网络罪案 与此同时 南利也提醒民众 切勿轻易坠入社媒平台宣传的投资骗局 尤其是Telegram 他强调 所有在Telegram宣传的投资计划都是假的 此外 执法单位也成功倒破 以中国人为目标的电商平台诈骗勾当 五名中国籍男子及四名分别十四岁和十六岁的未成年男女束手助勤 全国人执法人执忆 全部人执行的执行为 全国人执行为 我执行为 检执行为 执行为 在这些执行为 中央的执行为 18手机 4手机 5手机 5手机 1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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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出部调查 这个诈骗集团自今年1月开始活跃 设计出一个谎称和其他著名电商平台 有合作关系的电商平台陷阱 吸引民众加入刷单兼职工作 只要根据指示刷单购物 便可轻松赚取0.3%到0.6%的佣金 但其实都只是骗局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0 欺骗条文展开调查 5名中国男子被延扣到明天 至于4名未成年男女 已经获得警方口头保释